画面上是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接待包括姐妹市宫古岛在内的 冲绳黎岛振兴会访问团的现场 副市长邱佩玲相当感念 去年到日本参访所受到的欢迎 尤其途中还遇到来自基隆的侨胞赶来会面 温暖的回忆让她很感动 非常高兴可以来台湾 我们上一次去也受到宫古岛非常热情的招待 更感动的是当时我们还看到了一个基隆的市民 七岁就到了琉球 然后特地从琉球的地方跑来找我们 我们很感动 原来双方的交流是从很早以前就有互动 那我们知道这一回我们很希望宫古岛有飞机的直航 跟石原岛希望有船的 反船的互相的互动 那宇纳新岛我们讲了 将来有更多的企业可以在那边投资 所以我想双方的交流借由在基隆 有可能打下更好的基础 本市兵理事长 接下来来 本市兵理事长 次处的助长中杰相助长 日本冲绳里岛振兴会访问团 有宫古岛市长 石原岛市长等贵宾来访 另外也有星光集团的董市长参与交流 因为刚才台湾的星光集团吴董长 下午三点钟就在我办公室等 等云纳伯丁的这个厅长过来 他说是一次去年他跟着我们立法院的游院长去过他们边 然后很希望在医疗甚至饭店投资方面 双方可以有更强的合作 那今天我相信是很好的开始 等于是我们台湾最大的集团 马上就过来知道你们要来 就亲自从台北过来看云纳伯丁的厅长 那相信交流从那边开始 我们跟石原跟宫古岛的互动也会持续着 很感激再一次谢谢你们到台湾 特别到基隆 希望基隆可以帮助你们很多 也希望双方的友谊更顺畅更好 台湾跟日本里岛联盟有着非常相近的地理人文环境 跟绝佳的海洋趣味 对于两地交流有更好的成效 期待透过台日人民真诚的互动与提升 让基隆跟冲绳里岛振兴会访问团 在国际上持续的发展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